珍珠肉圆 这是一款小吃带有嚼劲的食物 材料有外皮 还有馅料 及调味料 首先我们把砂谷米 或者是西谷米 倒入一个大碗中 加入水和油 浸泡4个小时 现在我们把小葱头切碎 菜补也切碎 可以是甜菜补或者是咸菜补 我这里用的是甜菜补 再来我们把香菇泡软 切成丁 西芯把它切断 再把它切碎 锅里下油 先把葱头碎炸香 加入猪肉碎 加入猪肉碎 继续翻炒 加入香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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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菜补碎 翻炒 翻炒至香 现在我们来加调味料 一匙的蚝油 一匙的酱油 少许胡椒粉 还有少许的糖 炒至均匀 最后加入芹菜碎 拌匀 即可盛出备用 小碗或者小杯子 先刷上一层油 西芯米把它搓揉成团 雪叶一大词 孤在碗中 加入适量的馅料 再加入西芯米 把它填满 把馅料盖好即可 水滚后大火蒸20分钟 蒸好后 小心地挖出 即可享用 解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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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